哈囉大家好我是Kelly 今天呢要跟你們分享的影片是 Wattama iPhone 6s 就是在我的iPhone 6s上面 有哪些手機app 我覺得還不錯可以跟大家分享 然後還蠻多人問我的手機殼 這手機殼呢 是從 Wildflower 還是Wildflowers 讓我看一下 我的手機殼是在 Wildflower這個網站買的 如果你看到 有殼的右下角 寫了 右下角寫了這個WF 就是Wildflower的那個Logo 然後很多人問我是怎麼把 手機螢幕就是同步在 欸電腦上 然後再放上去我是用 只要用這個USB線就可以了 你只要在Google上面 打QuickTime Player 然後iPhone 然後Screen Recorder 就可以找到 就是怎麼用使用 其實就是插進去 然後就很好用了 現在有看到嗎 我的螢幕 有 OK 好 那我們就開始來開始吧 首先呢 你會先看到 這是我螢幕的第一頁 那第一頁基本上我放的 所有的app都是 你們內建就有的app 我都沒有就是在動過 尤其是非常非常不常用的 我都放在extras裡面 就是這個app 都把它塞在這裡面 因為 就不常用 然後如果把它展開的話 它會佔很多的版面 那第一頁比較不一樣的 應該就是這個 叫PC的這個app 它是一個 可以幫女生紀錄月經週期的app 然後我那時候就上網查說 因為我常常忘記我月經什麼時候來 然後我就上網查說哪一個app 紀錄或是 就是預估的那種還蠻準的 有些人說它非常非常非常準 有些人說它超級不準超爛的 但是我自己用起來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有時候它跟我說 明天你的月經可能就來囉 然後心裡想說 我身體都沒有什麼感覺 但明天它就來了 超神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大家可以用來記錄看看 好那我就不點進去給大家看了 因為我剛剛發現點開之後 你們就會知道 它第一頁就會顯示出 你下一次月經什麼時候來 這樣你們就知道我月經什麼時候來 太私密了 好那大家可以看到下面這四個 是我最常用的app 首先最常用的是mail 然後spotify 然後snapchat跟instagram mail就是收發各種mail嘛 spotify是我最常用的音樂的app 因為我覺得我非常非常喜歡它 推薦歌單的一些功能 然後我特別想要推薦大家一個歌單 就我今天早上還在聽 它叫做 relax什麼什麼的 喔就這個就這個 你們看到了 現在點下去這個 它裡面的每首歌我都超級喜歡的 然後它會一直不停的在換裡面的歌單 我有很多很多的音樂 都是這個歌單來的 我有時候早上起床 我就是會開這個歌單 然後按shuffleplay 讓它就是隨機播放 然後就是 邊準備自己的東西 聽這個音樂 我覺得非常的 relax 基本上我覺得spotify 讓我覺得比較不一樣的 應該就是它會彙整出很多的歌單 然後你可以根據心情 或是你在做什麼事情 開車 或是你在workout 你都可以 就是根據你想要的心情 來聽這個音樂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snapchat就是 我有分享過snapchat 不過最近比較少用 因為比較忙一點 然後 instagram 就是 長這樣 你們可以follow我的 ID是Kellian 好 第二頁呢 就是我 稍微比較常用的app 然後你們可以看到 我自己有 顏色獎獲證 我很喜歡排顏色 我覺得排顏色就是 讓我心情很好 好 前面幾個 像facebook 大家就是都知道 然後linkin 就是你找工作 說要用的一個app 然後 第三個 義母三分地 我之後會再找時間 看有沒有時間可以來發這方面的我影片 但如果你是想要申請 CS 就是computer science 電腦 科學 就是資訊系統 那種相關的科系 你想要出國讀書 出國找工作的話 你可以下載這個app來看看 Vemo呢 就是一個 你可以馬上轉帳給別人的app 在美國 我們朋友之間還蠻常用的 譬如說我們今天五個人出去 然後我們吃了不知道不知道多少錢 然後 有時候 店家不願意讓你一個單上面就放五張卡 所以呢 你就可以用這個app 然後馬上轉錢給別人 你就不用自己的卡 這樣 好 然後再來呢 是DocuSign 我最近好像很少用DocuSign DocuSign我之前是下載來用 就是 如果有時候要簽一些合約 然後 它可以讓你直接在那個檔案上簽名 然後轉成PDF馬上寄給別人 我覺得非常非常方便 因為我記得以前 簽合約的方式都是 別人會寄到你家 然後你簽名 再 可能掃描回去 或是你可以再拍照回去 現在這個app就真的非常方便 再來呢 是Ride System 它是 就是可以查公車的那種app 下一個是 各位同學 我最近就是 我春春其實已經玩蠻久了 然後我最近一直在瘋狂上影中 有沒有人要玩春春的請留言一下 我目前 我最最最最喜歡用的角色 這個是 Birthday Anna 但我只有Skill 3 我只有第三等級 但這真的太好玩了 然後 我覺得Birthday Anna可以賺蠻多錢 所以我還蠻喜歡 然後 我也很常用這個Princess Layout 反正 如果你有玩春春的話 請留言給我 我超喜歡玩春春的 然後Waze 一樣就是一個 像是Google Map的 一個app 然後 可以幫你計算一下traffic時間啦 或是路上有沒有在整修等等的 基本上呢 我就會挑我自己覺得比較新鮮 教給大家 這個 一定要 大家 把東西放下來聽我說 這個一定要下載 好 這邊這個叫做Gboard的這個東西 它真的很好用 你一定要下載 Gboard呢 它其實是一個 就是鍵盤 我自從裝了Gboard之後 我就把 英文 的那個 內建鍵盤給關掉了 它真的很好用 我示範一次給你們看 我現在找Eva的這個 對話視窗給你們看 假設呢 我要跟他說Happy Birthday 我就打 Happy 空格 下面就會跳出Birthday 但是這個不稀奇 因為這個 一般的鍵盤都有 我覺得比較神奇的是 譬如說我現在 在這個視窗裡 我馬上想要查 我想知道 欸 什麼是Canon Canon相機的那個Canon 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沒有聽過 我就按一下這個G 你就可以打 Canon 這樣嗎 Canon 你就可以打Canon 然後呢 你直接按右下角這個Search 快點 它就會直接跑出 Canon是什麼東西給你 不覺得很強嗎 然後呢 如果你想要分享 你找到的網頁給它 每一個網頁 主要它找到有一個Share 你可以直接按Share 它就會直接把 那個網址丟給 對方 對方就可以看到說 你剛剛查的是什麼東西 再來 嗯 假設你想要分享的是照片 最下方這邊 不是有一個 嗯 叫什麼 搜尋的符號 右邊有一個 照片可以點選 它會直接查出Canon的照片 搶的在這邊 如果我想把照片 丟給伊法 我只要輕輕按下這個照片 然後 它會說已經copied 然後你在上面呢 再按paste 它就可以把這個照片直接拿出來 然後你按send的時候 它就會直接發送出去 我覺得gboard真的是一個很好用的東西 就是 它節省了非常多時間 我不需要再 離開那些任何一個聊天視窗 因為它是直接安裝在你的鍵盤裡面 所以 你在跟任何人 你用facebook 你用簡訊 你用line 你用wechat 你用whatsapp 聊天的時候 你都可以隨時 就是在app裡面做搜尋的動作 我覺得真的很強 然後 amazon 就是我平常買東西的時候用的app google drive google sheets Buzzgazer 是 也是一個看公車的app VSCO 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我平常修圖用的軟體 然後 severe 跟urban outfitters 這兩個都是我逛街用的app 然後這個是 boomeran boomeran 我不太知道它怎麼唸 反正它就是呢 譬如說 我示範給你們看 我很久沒有用了 好 allowed 然後譬如說我 拍我這樣嗎 然後我錄 就是動 它就會有一個 你知道你們很常在instagram 常看到別人發這種 這也太醜了 常看到別人發這種照片 就是用這個app做出來的 再來是youtube 就是youtube studio呢 就是給youtube creators 就是這些youtube的創作者用的一個app 所以如果你自己有一些youtube channel的話 你也可以 下來這個app來看 它會給你看別人的留言 還有譬如說 譬如說 你的訂閱人數上增下 上增下減 各種的數據 它都可以在這個app裡面看到 再來是pages pages呢 就是粉絲專頁的那個app 所以我可以在上面會留言或是發照片給你們 右下角就是twenty twenty我很久沒有玩了 但是我一定要留它在手機裡 因為我覺得搭飛機的時候一定要有一個app 是可以玩遊戲 但是不用上網的 不用上網的遊戲 如果你們有推薦任何任何不需要連網路的遊戲 請跟我說 因為我覺得搭飛機的時候真的很需要這種遊戲來玩 然後 twenty我很久沒有玩 但是 如果你們喜歡那種有一點點抑制 看起來簡單 但是其實玩一玩會馬上死掉的遊戲的話 請下載twenty 第二頁呢也是一樣一些我比較常用的app 譬如說Line Camera Soundhound就是你可以查音樂吧 然後按中間這個圓圓的 它就會開始listening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接近你的音源 然後這樣聽 然後找到之後呢它就會跟你說 OK 它找到什麼音樂 但是現在是no metrics 因為我們沒有放音樂 再來是moptt 就是我看pt用的app merged也是一個很簡單的遊戲 我很喜歡這種 就你知道很簡單 但是感覺又有點難度遊戲 這個有點就是 我有點忘記怎麼玩 喔譬如說2跟2 然後再放一個2 它就會3 它就會 就你要把它們merge起來 這是一個 一樣就是搭飛機可以玩的遊戲 我覺得 好 再來是UFM100.3 我很喜歡UFM100.3這個app UFM100.3在台灣的半夜時候 也就是我差不多我的下午時候 放的都是 就是非常非常古早 就是 以前我國高中喜歡聽的那些情歌 然後沒有DJ 就是沒有人說話 所以 我可以一直放著 然後一直聽那些音樂 我就覺得 有舒緩我的心靈 再來是Postmates Postmates呢 它是一個 有點像UberEat的一個app 它可以 幫你開車去各個地方買東西回來給你 然後你就需要付它的運費 就有點像Uber一樣 只是它去幫你買東西回來 然後 對 好再來是Uber Starbucks Transit 也是一個公車app Line WeChat WhatsApp 好再來呢大家很常問我的是 我的桌布啦 是去哪裡下載的 我都在Line Deco這個app下載 然後它裡面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桌布可以用 我都在Wattpaper這裡 然後就超多可以選 我覺得這樣一直滑滑滑 然後滑到我覺得就是 有點懶得滑了 或是滑到自己有喜歡的 我就會停下來用這樣 我覺得很好用欸 應該很多人也是用這個app 好 再來是Glassdoor Glassdoor也是一個找工作的app 然後Nike Nike 我猜Nike右上角那個5 是不是在跟我說我已經5個禮拜沒有運動 好 微博 SoundCloud 就是也是我聽音樂的一個app 再來是Dill Moon 各位同學 手機要再放下來一次 Dill Moon呢 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好用的app 如果你 喜歡美國的商品 如果你 想要時時刻follow 我現在有什麼商品在折扣 如果你本身是做美國代購之類的 你一定要看這個app 因為 它就是會幫你整理很多折扣的東西 然後我很常不小心進來 就買超多東西的 你看服飾啦 它幫你整理 像是Pixie Market Nike 然後 反正就是一堆一堆商品 它都有很多很多的折扣 我常常很多東西都是看這個折扣 就是才知道的 好Lyft Lyft一樣是跟Uber一樣的 那種叫車服務的app 再來第三頁呢 我沒有整理顏色 因為第三頁對我來說 是放一些我真的很不常用 可能隨時會刪掉的app 沒錯 好然後 Nasty Gal 跟American Eagle 都是逛街的app 沒錯 Pokemon Go也在這邊 因為我現在真的很少玩Pokemon Go 自從我發現 台灣密集度超高 就是我在這邊要抓超級超級超級久的東西 大家一天在台灣就可以全部抓完 就是 密集度差太多了啦 好 然後再來是IKEA的這個 之前買家具的時候 有先把它下載來看 它就是以前 我記得以前在台灣的時候 它大概每兩年會記的是那種很厚的行路 它現在就是都整理到這個app 你們也可以下載來看看 好 再來 接下來三個 Zillow apartment Trulia 這三個呢 都是我找房子用的app 如果你們在美國 最近想要找apartment啦 或者找任何住的地方 你都可以用這三個app來找找看 然後 再來呢 這個是Zipcar Zipcar呢 我覺得是一個還蠻方便的app 就是 嗯 我不確定是不是每個地方都有 應該是啦 它就是你可以以小時寄費去租車子 所以假如你今天只要用兩個小時 你不需要租那種一整天很貴的車子 好 再來是Canopy嗎 Canopy 它是一個 嗯 我覺得有點文青感覺的app 我不確定 我朋友推薦給我的 它就是會告訴你說 Amazon上有賣一些很酷的東西 然後它就會幫你整理出來 它常常會有這種 你看這個很酷的pancel holder 然後 我記得有看過很多 就是那種白色的東西 然後很文藝氣息 我就覺得還蠻酷 你看這個show 超可愛的 對 可是我覺得價格還蠻貴的 所以我也 都通常是看看就好 我也沒有買這樣 好 再來是Forever21 嗯 就是逛街用的 然後再來是Dictionary 我最近呢 很常用這個app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我最近在跟我朋友們玩一個 桌遊 叫做CodeNames 基本上就是一堆英文單字 然後分兩隊 然後每一隊派出一個人去講 他覺得keywords 然後有一堆牌在桌下可以選 然後你同隊的人 就要盡可能的把 你給的keywords 然後連起來 去看挑中有哪些字卡 因為我不是 從小在美國長大的嘛 所以我單字量不太夠 就也不是什麼native speaker這樣 所以我常常很多字就是 這是什麼字 你就看不懂 所以我就是 特別下載的一個字典 就是玩遊戲的時候可以用 這字典還不錯 我還蠻喜歡 他的整個排版 然後他中文字就是超大 我很喜歡 好 再來最後一個app 是H&M 嗯 我最近很常看Forever21跟H&M的app 但還沒有真的下標 然後他最近這邊就有 Labor Day Sell 所以 如果大家最近有想要買東西的話 可以逛一下 好 差不多是這樣子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我最近就是在整理很多 大家很想很想看的影片主題 然後 因為我才 我又剛搬家了 所以變成 可能現在環境還沒有辦法那麼好 可以拍 譬如說 morning routine啦 之類的影片 但是 我會盡我可能的 趕快 把一些 拍影片的時程都定好 好 差不多是這樣 下次見啦 掰掰